天工不作美 工期就得延长 这一集是第四天第五天 大家好我是老远 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家这边是天天有点小雨 开工的前两天还好 结果从第四天第五天 昨天和今天 每天几乎都下半天雨 所以我们的工作被迫给打散了 昨天就干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半小时吧 今天是下午 现在是一点多才开始干 所以我家后院路台重建的工期 肯定是要往后推了 那视频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下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其实这两天 我是没有干什么活的 相当于给自己缓冲了一下 恢复恢复体力 昨天因为只干了两个半小时 所以实际上我们主要 是把这个post定位 然后给他安装了一下 那post的呢 这个木头是买的长的 然后在我们家车屋给的锯的 量好了这个高度 为了它的稳固呢 要下面打一些眼儿 利用这些支撑打一些钉子进去 然后还要量好垂直 是水平 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的 都要水平 要量好了 同时呢 为了稳固 我哥呢 在两边有粘的地方 还放了很多的胶进去 但是这个下雨啊 所以也是怕焦不干 所以没办法 这两天实在是因为天空不作美 按照我哥的说法啊 我们这个deck做好了以后 十年肯定没有问题啊 特别的结实 倍儿结实啊 大家看啊 这个四个post的 在一条线上 基本上从这边看不见的 所以这个质量啊 刚刚的啊 绝对没问题 很棒的 另外还有呢 你像贴墙的这个post 我们还要避开底下的这个水管 要把这个水龙头啊 留出来位置 所以说啊 这个post的定位和测量 也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需要慢一点 仔细一些 那这两天 其实很多啊 都是木工活 所以我呢 是真的是出不了什么力 只能当一个小工啊 帮助一下 你像这坎呢 我的设计啊 是一个长椅 这跟原来是一门一样的 这上的呢 长椅上我会贴上 我的新的材料 就是这种符合的木素材料啊 这有三块 然后把底下这个呢 其实也是要包上的 它这个长椅的post 这是一个长椅 这是一个楼梯 然后那边呢 还是一个长椅 这两个长椅呢 可以坐人啊 将来放一些花盆也可以 所以其实昨天因为下雨 只能在车库里头 我哥就坐了两个这个长椅 我看呢 基本上就是板子 然后钉在一起 只要量好了 就可以 难度是将来安装这个 木素的这个地板的时候 要把这些裁出来位置 然后包括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post 我要给他套上 所以这些都是将来的 稍微难一点 现在呢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我哥嘛 他只是休假过来 他呢 明天干完了 就是星期五干完活呢 他肯定就是要回加拿大的 所以只能呢 帮我把木工活干完 剩下的 安装这些地板啊 可能是需要我来干 但是呢 我发现那个地板很长 所以我估计啊 我还要去找一些工人啊 不管是老末啊 或者说华人啊 反正我要找人来帮我一下 这个开工的第五天 第六天 也就是今天明天 能把所有的木工活都做完了啊 我看现在也不容易 还有一些事情呢 我也还在考虑 你像这个啊 我是准备做一个木板 给它贴上 但是呢 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呢 就直接刷漆 每隔两年啊 一年啊 就刷一次漆 这样的话呢 用个八年时间也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呢 就直接也买木素的材料 给它包上 这样的话呢 成本是高一点 但是呢 确实是很漂亮啊 而且一劳永逸了 所以没想好 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办 这个表面肯定是贴好木素了 就是这个侧面 没想好是怎么办 那昨天一直在下雨啊 所以也出来干不了活 我就在网上订了一些材料 另外呢 也预订了一个大的垃圾箱 就把这些垃圾啊 直接都扔进去 肯定很多人都见过啊 就是这种的 这个呢 我订的是比较便宜的啊 用一个礼拜 400多美元 我觉得啊 装我这些木头 应该是足够了 因为我也只有这些垃圾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昨天我跟我哥啊 也讨论了半天 就说我这个木素的地板 我是从里面往外来安装 还是从外面往里安装 他呢 是建议我从外头往里安装 我是觉得呢 从里面贴着墙 往外安装 反正不管是怎么着的吧 就是最后的这些肯定是要裁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决定啊 从外面往里安装 我不知道有没有经验的朋友啊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安装 这个礼拜呢 可能都要下雨 所以我估计啊 我要下个礼拜才能开始安装啊 到底是从外往里 还是从里往外会合适呢 还是无所谓啊 我也不知道 你像这个POSE的 将来都是要给它套上这种防水的材料的 底下有个底座 上的有个盖 所以会很漂亮啊 这两个之间呢 它是一个栅栏 这两个之间呢 是楼梯 像这边呢 都是栅栏 这是三个栅栏 然后有一个长椅 一个楼梯 一个长椅 最远处还是栅栏 这跟我们家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结构和这个造型 我基本上没有改 就是把这个材料给它改一下 这两天天宫真是不做美 老下雨 今天呢 其实是已经开工的第六天了 本来我说这个视频啊 是排第四第五天 现在连上第六天 因为都干不了什么嘛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三天啊 主要都是做了一些木工活 我呢 主要是些打下手 然后呢 当一些小工 清理一些垃圾 我哥呢 他来帮我们做了两个长凳 看看啊 这个就是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下面呢 最后就剩下铺我这个符合的这个地板了 把底下的这个 哎 我也预留出来了 这个底下这个pose的已经套上这个装饰的了 底下预留出装地板的厚度 所以这个长凳和这个长凳基本上已经可以了啊 就剩下最后铺地板了 这是一个主要的事情 另外呢 把所有的pose的已经都装完了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将来这个pose的就是这样啊 里面是木头 上到有一个盖 但是现在呢 你要把它预留出来 铺地板的这个厚度 然后底下呢 将来还有一个座 这样会美观啊 这个我们就是试一下 看样子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pose的做安装的时候啊 需要找好这个角度 然后底下有支撑啊 为了安全 为了稳固啊 这个能贴胶的地方 我们都沾了很多的胶 然后呢 用钉子给它装上 底下能有拖着的地方 也给它拖住了 所以说句实话啊 就我们这个露台将来造好了 绝对特别结实啊 任何一个细节我都参与了啊 绝对结实 绝对没问题 所以星期一呢 他们回去有剩下的工作 只能我自己 我一定要找一些老木来帮忙啊 找一些别的人来帮忙 剩下的呢 就是铺地板 把这些pose的完工啊 当然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啊 包括铺地板 还有很多的细节 要铺的美观一些嘛 所以后面的这些工作量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真正把这些木板铺完了 我们这个整个的deck 基本上施工啊 就算完成了 这就是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啊 很多朋友说你做这个工程啊 太费劲 其实呢也算是乐在其中吧 因为我们毕竟有时间啊 自己动手 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啊 虽然说有很多的木工活 但是其实你认真学啊 要是你有设备啊 有这些工具啊 其实你也能做 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啊 说我们这个frame 就是这个框架 将来要做防腐 或者说是防水的一个处理 就是这个漆要重新刷一遍 我想应该有时间的 我到时候自己呢会去刷一遍 那大家看这个 我这个楼梯啊 是有两个楼梯的 这个楼梯呢 现在做了一半 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我们用了五个这样的一个支撑 这边还会有一个啊 然后呢 这有一个post 这样 这一个post 这一个post 都装好了以后 剩下的只是铺这个符合的 我这个材料地板就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楼梯呢 我觉得五个应该也不错啊 也可以的 现在还没有做完 估计今天下午吧 争取把这两个楼梯做完 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工程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你看我这边这四个post 也是非常直的啊 从这边是看不到远处的 这个工程的质量很棒啊 对于我来说呢 就参与啊 跟着我哥一起学一学 这个他怎么做的 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整个这个路台做完了呢 我相信啊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不管最后铺这个地板 是我自己铺 还是找老莫铺 或者说啊 有人建议我们说 你干脆找一个工人来铺得了 专业的 我觉得我似乎觉得 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视频 我相信这个动作能力 学一学 在远处做个实验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实际上这三天啊 我没干太多的活 因为不需要我干 没的可干 天要老下雨 一天干不了几个小时 也是我们运气不太好 在过去十来天呢 一直很轻 结果现在一直下雨 所以这三天吧 反正是学习了就算是 等着下个礼拜不下雨了 那很多活都得是我来干的 那这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